熱血製造最強頻度 PassionTimes.hk 好,我是熱血公民的Joey巴 我們今天來到灣仔警察總部外面 擺了一個反對成立獄警罪的街站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要趁著 警察招募日這個這麼特別的日子 希望向這班有志投考警察的年輕人 讓他們了解為什麼我們要反對成立獄警罪 還有如果他們真的想著一展他們的抱負的時候 他們真的要認真考慮和想清楚 怎樣真真正正去作為一個執法者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 本身現在香港已經有足夠的條例 去保障警務人員當他們執勤時的人身安全 其中一條是襲警罪 另外一條就是這個阻差辦公 由雨傘革命到現在來講 其實也都已經出現過 出現了很多是警察濫捕的情況 當去到法庭的時候 法庭的裁決就是證據不足 又或者是有一些很不專業的警務人員 他們提供的證供是非常之不盡不實 甚至乎是一些錯誤的資料 我們最擔心的是警察的權力就會更加擴大 可以說你說一句反對的說話 他們就已經可以引用這條獄警罪 來以言入罪打壓一些反對的聲音 就令到我們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和反對的權利的空間越來越縮窄 如果有這條獄警罪的話 他們就可以用這條這麼荒謬的條例去報告我 令到我沒有辦法 他見到一些不公義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連反對的權利 連投訴的權利都會完全沒有了 如果他們真的連一些反對的聲音 或者面對著群眾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控制到他們的情緒的時候 他是應該再回到學堂裏面再接受訓練 去學好些怎樣控制他們的情緒 而不是說要政府成立一條條例 去保護他們的弱小心靈 這件事簡直就是荒謬 我們見到在一個很急速的情況下 成為了這個共產黨的政治工具 而他們每一次面對著示威者 或者這些反對的聲音 他們最大的作用 就是要我們不准出聲 你們是所謂的不合作 他們就會引用那條阻差辦公的條例 立亂去抓人 立亂去打壓我們反對的權利 所以如果有了這條獄警罪的話 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和我們反對的權利的空間 就可以說完全沒有了 反對成立獄警罪 反對成立獄警罪 打到港共政權 反對成立獄警罪 打到港共政權